那大家都知道演算法面試是現在fem companies都使用的面試方式 那這也造成你在面試一個軟體工程師的職位之前 都必須經過lead code或是刷題的階段 那現在很多小公司包括台灣的一些公司也都會採取這種方式 那我接下來就要講講為什麼這種方式非常的棒 那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非常的有效率 那這就跟我們小時候考錢爆佛腳考完就忘記一樣 那既然我們從小就使用這種方式代表我們長大後也應該用這種非常有效率的方式學習 畢竟這些演算法知識都非常非常的實用 講到實用我就必須要強調一下 因為我這個人是非常注重實用性的一個人 那我認為只要是有點智商的人應該都思考過這個問題吧 就是要怎麼使用兩根手指 在移動距離最短的情況之下在鍵盤上打字 沒有嘛 那你至少有在把網頁的背景從白色改成黑色的過程中使用過 Dijkstra algorithm來非常有效率的達到這件事情吧 所以我覺得把這些非常實用的東西納入到考試範圍非常的合理 那雖然我個人非常喜歡演算法題目 但是有一點我不得不抱怨的地方 就是Google它居然要求我們使用Google Docs來進行演算法的面試 那我個人平常寫程式都是使用大家公認最好用的文字編輯器Word 那我能理解Word它是一個付費的文字編輯器 所以要使用它來面試可能有點困難 不過你至少讓我使用第二好用的文字編輯器 記事本吧 至於VSCode或是sublime或是一些有autocompletion功能的IDE 那些都是不會自己寫程式的人才會用的 那我們這些高端工程師呢 都是不用那些工具的 除此之外呢 使用演算法的面試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快速淘汰掉一些資深工程師 也就是老屁股 那我們都知道公司所需要的人才是可以直接不用Google 就背出Floid-Warshall演算法的工程師 而不是整天在想無聊的design patterns 或是coding conventions 這些無聊的東西的工程師 要是整天都考那些無聊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太舊換新呢 那think outside the box 已經是現在業界的標準 所以我們需要的不是可以穩定做好工作的人 我們要的是更多的impact 那另外我一個很喜歡演算法面試這種方式的地方就是 你在過程中是不可以使用Google 或是stackoverflow這些網站的 那現在網路上充斥著非常多假資訊 在很難過濾出真實的資訊的2020年 我認為所有的工程師應該在上班時間 就禁止使用Google 或是stackoverflow來查資料 然後所有程式碼都靠自己寫出來 才能寫出最安全的程式碼 雖然演算法面試還有很多可以誇獎的地方 但我就到此為止好了 我這個人是不太喜歡太超過 那凡事都要適可而至 那聽到這邊各位是否也愛上了lead code呢 那如果給你兩個選擇你會選擇哪一種 你想成為可以背出Dixtra演算法 並解出一個很難的題目的高端工程師 還是整天在浪費時間寫test cases 然後擁有厲害的工程師都不需要的debug技能的工程師 那因為高端工程師在第一次寫程式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完美的 所以永遠不需要debug技能 看起來已經在 смотрите 就靠本 cons了